真真了不起 真真了不起 万南乡掌灵国顺 颁授导览员装备 恭喜参与的学员们 终于完成了长达 240个小时的培训课程 未来这群胜利军 将组成超强的导览团队 未有客提供乡内的深度旅游 期盼提升万南乡的观光品质 及导览能见度 也让学员有从服务社区 扩大为服务乡里的荣誉感 最主要让我们的导览人员 把我们万南乡各个村庄 有的东西产业 人文 文化 甚至在五沟的客家文化 都把它宣扬出去 但是宣扬出去就要靠我们人员 导览人员的功力 把它诉说出去 让我们外面的人都知道 万南乡真的有这么多的资源在这里 这次架下来是不是就是一个 那个黑白色的那个盾牌 那个盾牌上面有一个皇冠 导览员向游客解说万金圣母圣殿的历史 从外观宗教文化甚至到社区的人事物等 都能让到访者更了解在地之美 这样的家乡故事 让协助这次培训课程的指导老师 反而更能从过程中以旅游业的角度 得到更多好的题材及想法 你要到这个乡镇来 你才可以看得到跟民众的互动 那个感动 我觉得才是我觉得越在地越国际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很值得我们旅行社 把这样在地的文化去做好好的推广 让在地的乡亲 然后把他们家里面的珍宝都拿出来 然后让我们旅行社可以了解到 你们家自己的祖传留下来的文化 是哪一些东西 让我们旅行社可以更了解 这次培训共有43位职员 大多来自于万南乡各个社区的村民 期盼透过课程培训 未来不仅要各村里加以整合串联 也要规划系列深度导览游城 让自己的社区也能变成观光区 让万南乡的魅力更被看见 屏东树不停张志豪采访报导